对于甘比亚宣布与台湾断交 我国外交系统却是完全在状况外 行政长江一华今天明确表示 必须要有人负责 但是对于立委忧虑 甘比亚与我国断交 可能会在其他邦交国 引发后续的骨牌效应 江一华说这应该只是单一事件 他也不认为这件事情 就代表了政府推动的活路外交有问题 甘比亚宣布与我断交 难道事前台湾外交单位 都没掌握吗 行政院长江一华面对立委质询 坦承十五号清晨才获知消息 突然的断交情况 外交人员没有掌握 有人需要为此负责 就是像这样的一种 突然断交的情况 我们的外交人员必须要深切检讨 并且要有人负责 我刚刚已经讲必须要有人负责 部长要负责 我们非常讶异 因为我没有讲部长要负责 我说有人必须负责 江一华表示需要为此负责的 不一定是外交部长林永乐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了解 甘比亚与我断交的真正原因 另一位也质疑甘比亚与我断交 是否与中国有关 会不会带来骨牌效应 江一华说这次断交应该是单一事件 跟我们断交的国家并没有同时宣布 跟中国大陆建交 我相信就这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资讯来讲 这两件事情跟过去的那种模式都不一样 江一华表示如果断交无法挽回 将可能终止对甘比亚在医疗工程方面的援助 江一华也强调适当援助经济发展程度 较落后的邦交国一直是活络外交的政策 他很支持马总统就任五年多来的 两岸关系及外交政策 但是现在突然发生甘比亚断交事件 一定要检讨哪里出错了 但不一定是活络外交政策有问题 记者王淑晨 陈信龙 台北报道